暗喻现状比重新出发容易 但女性的声音应该被所有人听见 享受欢呼比再次冲锋容易 但赛道的荣耀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名字 我做了一个教练就像别动了带个冠军 如果热爱是一种选择 坚持是唯一的政界 四川卫视向上达青春 今晚九点十分 青春不休 热爱不休 阿红狗 没错 相声演员 是我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 别这么说 光动嘴不动手 说完笑 为什么人应该是小牛 对吧 好帅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 怎么呢 我是三天两头 八人冲碗 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 小偷公司最经典的了 小偷公司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一百多人 一百多小偷 不全是小偷 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那其他人呢 都是领导干什么 挺放弃的 都有什么干什么 那干不是多了 一个总经理 四十八个副经理 四十八个人呢 这个本一摊啊 都管什么的 有管行政的 有管业务的 有管组织的 有管宣传的 有管后勤的 有管计划生育的 我在等着啊 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哎呦你这话说 全国一盘起 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 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 我们小偷随便上 大偷生小偷 小偷生右偷 小偷越来越多 好人越来越少 我们偷去 太偷了 而且我观察刘老师 其实开始看到 刘老师还很深沉 然后自己看着 自己开始乐了 有年头没看 有年头没看 过时了 不过时了 这一点都不过时了 这我实话实说 就是当年来说 是还算比较超前的 因为当时改革开放的 就是都是个体部 没错 那是公司还没有风起云有 那是成立公司 下海 比较时髦 对 那当时是超前 现在肯定过时了 你看着 现在我要写小偷 你首先这生活就假了 因为现在小偷都快倒闭了 没什么话 他没有陷阱 没陷阱 现在被人经济诈骗 这小偷这个词 几乎都快绝对了 对对对 但是还是很经典 好想去吧 对吧 你看讽刺这个官僚主义 这些还是真是 现在今天看一点都不过时 他这个幽默 必须是有讽刺 才是真正的幽默 有讽刺 就反讽 看了刚才精彩的 牛群老师的片段 大家又坐到了这里 来吧 欢迎大家来到 向上马青春 聪明人都能猜出来 今天的主题和牛老师有关 对不对 跟喜剧有关 要么向上演 要么是喜剧演员 现在我觉得 这个喜剧 还有一个新的门类 叫脱口秀 方金是脱口秀高手 他是我们四位读书的 脱口秀当当 今天来专业的了 好 那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的脱口秀 90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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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短视频 独家合作平台快手 欢迎小鹿 你好 小鹿老师 你好 我叫小鹿 是在平时在北京 做脱口秀演出 我们就是来自 当地人喜剧这家公司 这女脱口秀演员 应该很少吧 但是今年会稍微多一点 其实这个比例 会越来越多了 明白 比如说我14年 开始做的时候 还是男生特别多 就可能10个男生 比一个女生 大概这样 然后现在 其实这个比例 越来越增加了 好 为什么叫班尼人呢 是因为 其实脱口秀这个说法 其实是不太对的 因为像咱们这种节目形式 叫脱口秀 群聊是脱口秀 对 但像我们做的这个叫 单口喜剧 其实是从美国传过来的 一种表演形式 叫stand up comedy 就是一个演员 Citcom 对 拿一支麦克风 然后讲 就是台上 就单独立着一个人 所以 对 我们公司叫 这个米雪晴 扶着那个架 没错 没错 那像牛群老师 他们像的时候 就应该是 两个人 stand up comedy 不说报道 今天其实 谭飞老师 宋老师 冷老师 包括牛老师 他们都是非常懂得 语言艺术的 尤其谭飞老师 没有 我在柯秀上 方金是我的师傅 就是方金特别善于捕捉一些段子 比如说我跟他在一起吧 我一不小心 他就把我写了他段子 然后有一次讲的 我都不相信那是我了 我都在那笑 好像没发生过一样 后来一想那是我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编剧 这方面能力超强 行了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走进小路的世界 画桌自己画呀 对 结约成本是吧 今天的最后一位演员呢 就是我们代理人的当家花蛋 我们有请小路 当家花蛋 小路 当家花蛋 变不得了 总共就两名演员 再介绍一下 我做现象演出 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一直做现象 也没有什么现象录出 所以说也没有太多人认识我 也就是一直眉红嘛 那我眉红这个事情 让我妈很焦虑 我妈现在都不让我穿 眉红色的衣服了 说眉红不吉利 我不红 我爸也很焦虑 现在总想为我做点什么 每天都在家和女儿红 最主要的是 现在我每次演出结束 总有一些观众跟我说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斯文的影子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李雪芹的影子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杨丽的影子 我是问你版的吗 这个也好 真棒 上来包袱就要想 每个演员都追求 自己的独特性 2014年的时候 我是在西南政法 读研究上二年级 每天看很多论文 很多专业的书籍 就特别烦躁 就想说 找一点娱乐的东西看一下 就看了一个美国的节目 叫Allen Show 就是一个脱口秀节目 它就是靠语言 本身就那么好笑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 打开了一个新天地的感觉 到我后来做喜剧之后 我都感觉 让人发笑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如果我跟你就这么做 咱俩都不懂 挺尴尬的 当我说一句话你就笑了 这特别像点穴 就是你这么点出去 然后对方就笑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 就是我能让别人很快乐 刚才看的有几个印象 一个就是说 先抛出来的两个包袱 一个就是说霉红 然后跟她妈呢 就是说不要穿霉红色的衣服 然后马上又接了一个 就是又接了一个就是说 我爸呢也很着急 说那在家会 喝牛儿红 我觉得这些段子 都是顶级的脱口秀段子 这个年代确实是不同了 我觉得 因为牛老师那个时候 刚才我们看那段相声 大家今天看还觉得 特有社会意义 有讽刺意义 现在脱口秀呢 可能是更时效性 我个人觉得就是短片快 老师是这样的 因为我感觉现在多数人 真正看线下演出的观众 还是少 其实是有经典段子的 明白 很多段子它不需要 那么强时效性 那很牛了 那我真的要去线下多听 对对对 线下真的是会有这样 像我们的专场什么的 经常有观众 他会二刷三刷 二刷三刷来看 但我觉得有一个事情 我特别好奇 大家都知道 小鹿是西南政法 学法律的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小鹿 你为什么这么有勇气 就去转行了 这么大一个跨度 其实我最初 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是想考博的 做大学老师这种 但是后来是在 就考博的过程中 每天看很多论文 然后很多书 专业书 我就觉得特别烦躁 后来就看了一个 那个国内的 国外的那个节目 就是我会意识到 我很想做这个东西 就可能过往的人生里 所有的选择 都可能是不是说 出于我热爱 而是出于 这个东西好 就比如说 你做律师好 做法官好 对 我觉得也是性命吧 就是说你 恰好碰到一个东西 你确实很喜欢 小鹿 你从一个政法的 这个研究生 突然转到喜剧节目 我不知道你面临的这个家庭压力 怎么解决 是这样的 我可能开始 做了喜剧三年之后 我爸妈才知道的 没告诉他们 就没告诉 因为我父母是很 就是我们父母是 很难接受说 一个人可以靠笑话 讲笑话挣钱 这件事情 他觉得不可思议 哪怕到现在 我跟我父母是在 18年 因为我开了第二个专场 真的是世界太小 有人去看了 然后发了照片 在朋友圈 被我的亲戚看到 我亲戚看这个人 跟我长得有点像 又转发给我家人 我家人发到我们家人群 我爸爸说这是你吗 我说哇 好像 我一直没承认这个事情 是不是你们曾经 生了一队双胞胎 所以他们一直都不太知道 哪怕像我奶奶 我奶奶到现在 以为我在唱歌 在唱歌 对 因为他看我到处 都是拿着一个话筒 他能想象的 在舞台上的表演形式 就是唱歌了 那你的 有男朋友了吗 有 他支持你吗 他很支持 他觉得做这个行业很酷 对 然后我后来 跟他在一起之后 写的那个专场内容里面 有很多关于 比如说我俩姐弟恋 对 他比你小 他比我小五岁 小五岁 对 完了我爸到现在 其实也不太知道 就是我爸很难接受说 男生比女生小 对 然后我第一次 跟我爸说的时候 我说 找了个男朋友比我小 我爸说 男的怎么能比女的小 那不行 我说 你开名一点 你大三还报警状呢 我妈说 我爸说 三岁绝对不行 不行 我说不是三岁 不是三岁 然后我爸到现在 都以为是两岁 所以可能节目一播 他就知道了 人生很自由 选择很自由的一个女生 我经常去赶开发卖 开发卖是没有钱的呀 别人会觉得说 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 但我没觉得我勤奋 我就是觉得 我今天去做这个演出 他会让我很开心 就是大家来这里 这个打磨段子的一个场子 所以大家呢 尽量给演员一些反应 好不好 就是如果好笑的 大家就笑 不好笑的呢 大家也就硬笑 好不好 因为这些演员都没有工作 白天辛苦 写些段子 来到这里给你们讲 你们要是不笑 可能晚上晚上就自杀了 把自己家暖气一关 就死了 所以大家尽量 在这个冰冷的北京 给这些可怜的演员 一些掌声和热爱 好不好 不管是我试出来我的段子 什么要需要改进的地方 或者说效果特别好 好不好 他都会让我觉得 我今天有进步 我再变成一个更好笑的人 那一晚上你要赶几场啊 最多的时候 有时候是赶四五场开放门 四五场 这等于是测试对吧 对对对 测试场 这都是那种 对开放门 免费的 大家在里喝喝咖啡 喝喝酒 对 他观众也会提一些建议 观众不会提 是自己回去琢磨 自己回去琢磨 像这种线下的演员 你就是需要一次一次的演出 保证你的质量稳定 别人觉得 哎 这个人厉害 所以他开专场 我花钱肯定不会亏 不是骗人的 你就只能靠这个方式 也许那场 你获得了十个四中粉 或者一个 你就一场一场这样积累 我17年年底那个专场 卖不出去票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崩溃 我自己在一个红南米粉店里 跟我男朋友坐着 我就嚎啕大哭 他就看着我出去 他就知道他跟我说啥也没有用 因为你会觉得 我这么多年积累 我很辛苦地攒出来一个 我自己认为质量OK的专场 没有人愿意看 你原来觉得 这么多观众不挺喜欢的 我的吗 你发现他也没有那么喜欢你 这对演员来说 可能是一个挺大的 挫折 这也有商业演出的压力 这个关键要靠卖票 这太难了 当时多少钱一张票 17年那时候 可能八十一百 八十一百 现在涨了吗 现在涨涨涨 专场演出现在已经能卖到一百八 两百二百 然后像大家知道的 更出名的一些演员的 可能就上千这样 对 那你看就算做一两百个人 也就一两万的收入 整个 还有场地 场地 场地费用一下就砍掉一万了 还有这个票务营销 这些一下就没有钱了 就肯定是亏的 是好多人 我训练到他们的三个人 就晚上喝了 没有 你只等 我想讲 你知道我都三十六的人 这么大的岁数 然后去住轻侣 就真的 贫困可以让你保持年轻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你只能保持年轻 你就是 你只能保持年轻 保持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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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你说 你可以这么说 对 然后后面还可以接一个 你在轻侣 就想想自己 这个把年纪出轻侣 眼泪就掉出来了 然后真的觉得 真的是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永远年轻 别发断了 热爱还是 互相给对方出主意 好有旗感 他原来做金融的 做金融的 对 他三十多 然后转行做 脱口秀 现在陷入了贫困 现在说脱口秀 或者单口喜剧的 这些人 好多是高学历的 其实你也是高学历的 你看 还有这个李雪芹 是北大本 你约大学说是 忽兰 忽兰是哥伦比亚大学 学这个精算 磅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 学历确实都还可以 要求有积淀 有文化积淀 而且要洞察社会 这个现象的话 文理通融 也比较好理解 因为其实 脱口秀 它本来就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就是因为 可能说你 你英语比较好的一帮人 你会更愿意接受这种文化 对 然后你开始说 这个东西我也可以试试 然后会有这种勇气说 那我去试一试这个新的文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 比如说其实像我哥 我哥其实从小是一个 比我更好笑的人 但是他确实是 可能他没有这样的途径 说他意识到说这个东西 可能能发展成一个事业 他也像我们的话 比如说 大家都是有一个 其他的工作可以赖以生存 明白 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更有安全感一些 那反正我干这个我不行 那我还有个别的工作可以干 可能 现在都是双专业了 都是双专业 对对对 有些人都从业余开始 后来变成专业了 这样容易有安全感是吧 对对对 我说了 我拿事业成功了 我主意还搁在那儿 所以就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一批人 但现在有很多新媒体出来了 大家能看到吗 好 网州 深圳 然后长沙 成都 重庆 12个城市 就是疫情原因嘛 真的是一个月就自己一个人 真的挺辛苦的 你尤其还拿着特别重 我行李箱28寸 有时候省钱我就坐地铁嘛 有些地方它还没有电梯 你就提着那个大箱子一个人扯 扯到那个从地铁里扯到地面上 然后要拖着那个箱子去找那个酒店 真的是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么累 等我演完回到北京 任何地方要求我演出都不去 不容易 太难了 而且它很瘦弱的 去外地演出就很辛苦 对对 你别说我带着助理有一次坐高铁 我直接把那个箱子从那地扔下去了 生气是吧 不是我拎不动 我助理也拎不动女孩子 对 公司因为确实是要压缩这个成本 明白 你到另外一个新的城市 全都是自己来 而且是酒店 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酒店 你找不着那个酒店 就很崩溃 比如说我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当天晚上就有演出 我可能下午三点到 明白 我找那个酒店我找不着 这个你们这个行业配助理的标准是什么 比如说连收入多少 或者知名度到什么程度才有这个 我现在确实不清楚 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人有助理 一个都没有 我们公司的人都还没有红到那个程度 还是一个超级打听的一个 对 因为一看这个片子 从一开始他挺高兴挺乐观的 一直到最后这个节点的时候 他很疲惫了 您这样一直尝试线下的话 这个知名度的这种增长就有限 对 那为什么不考虑 我说我尽快去拥抱这种线上 有个事实就是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镜头 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现在的综艺 明白 这个潮流 明白 那刚才其实聊了这么多 关于小鹿转行啊 包括学历高啊 实际上你面临的问题 我们还是没有特别深入地去了解到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艺人其实包括创作人也好 你始终是要被大众看到跟接受的嘛 那线下这块已经是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过程 那肯定要找一些新的突破 就奇葩说就是找小鹿 我应该找了好几年了 几年前就去参加过 对 17年 对我17年是去参加奇葩大会 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适合 是因为我就是去讲段子 大家喜欢你就是喜欢你 没有太多东西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欢对抗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做律师工作啥的 虽然我是做这个的 是因为我学这个专业 但是我的本性是特别不喜欢跟别人对抗的 我希望大家都好 但是在奇葩说的话 你必须要展现对抗 你必须要说服别人 我就很害怕跟人对抗 对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不是很想做的事情 也是逼了逼他 我说试一下吧 对吧 就是因为它前期会有很多的 线下的一些过程嘛 那如果过程中感到不适 或者是说觉得不合适 咱们也可以不上线上 但是总得试一下这个东西 试一下新的形式 很焦虑的样子 肯定是 他要纠结犹豫这个 此路还是很勇敢 还要争取了 有经纪人没做 经纪人 得联系业务 就是花钱他都不请 让他振钱让他要 我先走了 哎 老板 来啊 一起参与一下 奇葩坤的变题 网链奔线遇到照片 我该迎难而上吗 大家群策群力给他出主意 追行才能够上互联网 对 奔线就是要面对现实 奔线是什么意思 奔向线连迟 对 一个男生居然会收照片 哎呀 就享受这个过程也很好 真的 就是一帮人在一起 男人的照片就是那种 所以背后还是有智囊团的 随机笑 对对对 这个好 他还写着四个字 这个狗好 不可以建议 好开心 来了 来了 像迷失在 收拾我都拍一下 穿住 哈喽 这是来拍我的纪录片团 对吗 你们好 好活泼 她是个综艺咖 她是我们公司特别厉害的一个 就是类似于演小品 她是综艺咖的 哈喽 哈喽 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是 好吃了做饭的北漂女孩们 挺直场精英的 点外卖 我以前点外卖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但我今年不知道这怎么了 我就特别不想点外卖 我每次看着手机五分钟 我真的是开始精神崩溃 我后来有一天认识分析一下 我为什么现在不爱点外卖 我可能是不愿意面对外卖小哥 因为他们会让我想起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经常穿的两件衣服 一件是尾玛外卖的T恤 一件是饿了玛外卖的T恤 一件是饿了玛外卖的T恤 你会让你想念她 思念她 我怕那小哥敲开门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 啊 天呐 好难得听到小鹿说她想念她男朋友 如老 一百个外卖小哥 就觉得是自己的太快乐 最后只是一场空 我以前跟我于是主演 每天喝到凌晨 他们喝的那种特别牛逼的红酒 所以脸也不准 还是酒量好 酒量好以及酒好 他们一晚上喝掉我们几个月的房租 就你这样 你搬到自己家里 你就看这个专一块块的少掉 来 等一下 你过来 你等一下 摸一下这个小哥 请问一下 酒吧在哪儿 酒吧在这里 去成年人的特权去酒吧 我不想进这个箱子了 想问你自己也拎吧 这个纪录片真的记录了 我们特别不平常的生活 就我男朋友听说我要去参加奇葩说打一个便体 他让我把便体发给他 然后他帮我 他帮我想 自己认认真真给我做了一个文档 叫做 汤姆斯奇葩说帮助 汤姆斯是什么 他叫汤姆斯 是老外 你点开 会看到 哲学的角度 好像的角度 那么的自信 再往下里面就汤包的角度 天哪 但还是很认真 空暖心啊 我好想谈恋爱 那你得遇到一个小汤包 改天给你介绍一个 好 努力 让淡淡给你介绍一个 好 我被踩哭了 我那天咋了 我情绪就特别的奇怪 他是前面问了你 是什么问题 引导你 对 就问我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 对 对 我前面是说到我说 我挺想为我们公司争口气的 嗯 对 可能是这个让我 哎呀 不行 多年的情绪 哎呀 我就是感觉 我们公司演员都很努力 都很优秀 每个人都很能打 但是也许这些 这帮人可能永远不适合综艺 他永远在线上的表现就一般 但是他们真的 你到线下来看到 他真的是很优秀的人 他很能逗笑 然后很有思考的一些人 我就很想 但是你 哎呀 我就是觉得 我们公司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公司绝对不能自己 创造出这样的机会 我想通过一个比较大的 那一会儿我该哭了 我该什么 对 我就想创造这样的机会 我就说 就大家很努力认真地做 只是勉强地维持一个 还算 可能都不算体面的生活 在北京 然后把这个喜剧做下去 哎呀 我就 我找到我哭的原因了 很不容易啊 这个打拼 哭了 真哭了 真哭了 对 喝了点酒嘛 这个确实不容易 怎么就哭了呢 为什么 怎么想到什么事情了 平台不一样 没有 对 就是想说 我要是经常就感觉 我们公司的演员其实 都很优秀 真是很优秀 我发自内心呢 我很欣赏他们 但是确实大家 感觉就是好像跟这个时代 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是时机没到 还是什么 现在不光是您 我们都有这个焦虑 因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媒体 就处于一个动荡的时候 短视频起来了吧 看上去好像 都是老百姓拍的一些内容 好像专业的人才 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的 会有那感觉 你也焦虑啊 焦虑 都焦虑啊 而且看到李雪勤错 看到杨丽出来了焦虑 看到杨丽出来了也焦虑 因为这个女子的这个赛道 就这么挤 就这么挤 前面几个大神都站在那了 是不是愈发焦虑 小璐 你认为什么叫 你所以为的突口秀演员的成功 我现在还没有一个 对于成功的 具象化的一个画面 我前几天看了李淡一个采访 我觉得还是挺 我觉得他说的挺真实 我还是很感动的 他说我为什么出来 做这么多综艺 就是我们公司和我就是想证明 脱口秀这个行业是可以出明星的 那李淡现在是拓宽了这个赛道 拔高了这个脱口秀演员的生存空间 但可能我想问一个很狠的问题 你觉得你现在没有在这个脱口秀市场上 特别成功你自己认为自己的原因是什么 之前我确实一直 我的心态 因为我本身是个比较不着急的人 所以过去做的这些年 我也一直没有想说去上线上节目 没努力争取上线的机会 你觉得你会红吗 会 谭菲老师您认为你会红吗 已经红了 我已经红了 宋老师您认为你会红吗 我已经过气了 我们红了一辈子了 我说到圈层这个 就是小鹿她在她自己的那个线下圈子里 其实是红的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 要充满自信 红不红的对吧 我就喜欢这个 我就勇往之间 我充满了自信 红不红的 姐妹儿高兴就行 是不是 大家能接着往下看 你在干嘛 你怎么看起来很低落 我看起来很低落 我现在还是在试试办这个 或者看这个签证的事情 我男朋友 她是哪里 美国人还是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人 那怎么办 你就 你还是没办法用这个签证回来呗 没有 我觉得没有办法 她有一天跟我说她很想回中国 她特别难过 然后我早上给她打电话 然后就安抚了一下她的心情 到了下午 我问她 我说你在干什么呢 她说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低落地坐着 她叫男朋友 一声叫汤包 但她自己 所以每次都特别认真 跟别人介绍 大家好 我叫林天明 你的睡衣好可爱 我说那个林天明 太像个《穷瑶剧》里的 男主的名字 天明 不要走 没什么 林天明 这是她的中文名字是吧 对 穷瑶剧 对对对 还有我 代表了 对我家乡的思念 是人 拨退 但是 我就真的是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炒了吃 就一直放 我从来不回云南办专场 我父母以为是云南没有机会 殊不知是我就是不想回去 你真的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来我们一起合家欢乐呀 我们一起去昆明看你的演出呀 突然 他们突然发现我在吐槽他们催我生孩子 他把他们写成了段子 然后两个人回到家开始哭泣 你看都会 都会给女孩那种压力 天下父母 一般催 我一直是我家里的那种乖乖女的榜样 小时候被人欺负 被人把我推到了泥江里 我妈就问我妈 人家推你你怎么推别人呢 我妈说我推她的话她可能 她们从来不知道我 我可能是一个会批判的人 她们觉得我很温柔 凭什么女的可以剪男的 男的不可以剪女的 我这是为了保护你乘客 谁要你保护 别的男乘客不需要被保护吗 如果你安检的是无意凡的 我没有 如果男的有被男女安检的自由 那么女的也应该拥有被男女安检的自由 凭什么男的比女的有更多的自由选择 她刚才说的有分别人呢 我当时掌声没停 在议论讨论上来开始 哇 哇 哇 开始说话了 这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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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太大女的主意 你几个人就在逗 我说我开个玩笑 我以前都没觉得自己女性视角 真爷们 真娘们 真娘们 我第一个专场 非常女性视角 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我后来自己仔细看了一下关键词 不挺女性的吗 这个 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摆脱 我是一个女性这个认知 因为我确实 我确实是个女生啊 为什么大家总会觉得说 好像为女生发声的人很多 那是因为以前太少 说喜剧的方式能让人容易接受一个想法 一个角度 为女生多考虑一点 没有 没有 就你们俩我又不遇到了 没有 没有 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不是争取说我要特权 我只是争取 因为 因为我们女性特殊的一些情况 有不被身体拖累的活着的权利 希望将来在你即将要变探这个处境 你们可以稍微想象今天的段子 好不好 这个场子挺大的 对 四百个 有一种偶像的感觉 可能别人会觉得我们在北漂 女性比较苦吧 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打拼什么的 但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的人 确实是深逢时我觉得 深逢时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恰好有这个事情 然后你也有机会 你也有能力去做 你想当民修吗 想当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 我妈都会拉脱 我想做一个好笑的人 一个靠好笑挣钱的人 漫长夜自己骑着一个电动车 然后再奔走在一个无尽的那个道路上 那个感觉 做一个好笑的人 我觉得带给人欢乐的人 其实是内心特别坚强的 很可贵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挺好的 就是为什么呢 小璐就是你能有现在这个成就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实际上是 女性腼腆害羞的时代不在了 第一个是证明了这件事 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你迎来了 一个特别好的时代 第一个我们现在文化市场在繁荣 对吧 一个人 一支笔 一个麦克 一个电瓶车 然后一个箱子 就可以闯天涯 就可以走世界 我觉得你的 作为女性脱口球演员的存在 就是女性主义的胜利 向你致敬 接下来那个电瓶车 也可能变成宝马 对 你倒是就是开宝马来的 咱们今天啊 你看牛群老师特别沉默 我平时一拍打嘴她就说话 今天我就拍不动了 拍不动了 对 开始放着刘群老师那么经典的像 刘群老师就存在在回忆中了 毕竟是年过古稀了嘛 就老想拽着这个时代 因为时代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是吧 新的时代 总想别让这个时代淘汰了 这个心里啊 你没到这个岁数 你就没有这种恐惧紧迫感 是吧 这个压力相当大的 老了 没有 处处跟不上了 就是有点新的东西 这就在看 所以说你说 通口秀也好 相声也好 单口相声也好 它到底有区别 只要你可乐 你有意思 我就得追着看 追着听 这时代不同 过去啊 这女子 就女的就不能登台 你想出门都不行啊 对 所以说这个 应该说这妇女的这种地位啊 随着新社会的到来 妇女地位是卡着起来 然后各行各业的飞行员啊 是什么都要 现在是真正的新时代 这女的脱口秀演员 咱就说脱口秀 是少 少也可贵啊 我总觉得 艺术没有国界 也应该不分性别 不应该分性别 对 你看现在开放 思想开放 表达开放 包括互动交流的开放 心胸心悲的开放 美就产生了 有点好 真的是信心量特别大 我觉得其实小鹿 你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女生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坚持自己热爱的 走下去 一定会取得成绩 好 谢谢 欢迎小鹿 对这个脱口秀这个领域 难免个别有人有偏见的这种色彩 女性脱口秀 就是要付出的 实际上比男孩要付出的工作 我觉得确实是 显示出一种女性的勇气吧 这个也是为什么 这两年大家看女性主义题材 其实也在崛起 比如说我们看的三世而已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浪姐 实际上都是 就是女性的第二次出发 是女性主义的这个领域 都可以去看回哪些领域 女性和这种领域 就是她的领域 是我们的好领域 是她一个领域 的那种领域 她的领域 跟她的领域 算量的领域 是她的领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